我想大家在高中的课本里面都看过这个图 是不是? Stanley Miller and the origin of life Miller 是芝加哥大学化学系的博士班研究生 他的老板 Uri 是非常有名的化学家 在1934年得到诺贝尔奖 因为他发现了氢的同位素 那 Uri 有一次他就告诉这个Miller 说也许我们可以来想想看 能不能够去模仿远古地球大气层的组成 跟那个时候的一些环境 然后看看在那样的一个环境 当中小分子的有机物有没有可能会自发性的产生一些化学反应 来产生跟生命相关的这些物质 所以Miller 就设计了一个 我想这个是非常有名的一个仪器 一个器皿 一个大的烧瓶里面充满了甲烷 氢气 阿摩尼奄等等气体 下面是一个冷凝管 然后这里是另外一个烧瓶加温 水在里面有水 水沸腾以后水蒸气会进入这个大的烧瓶 然后呢 两个电极持续放电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任何物质在冷凝管中凝集形成以后会累积在这个下方 那收集这个下方的这个液体去做化学分析 那Miller 就发现非常有趣 当这个高压放电不过几个小时 这个下方的冷凝液就已经开始变了颜色 那去分析这个下方冷凝液中的化学组成 他发现了一些很简单的氨气酸 所以从最简单的大气层中间的一些气体 在高压放电的过程中间会形成氨基酸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实验 那我们过去都把它叫做Miller-Urey Experiment 那这篇论文呢 发表在Science的1953年 大家还记不记得1953年这个年份 还有什么重大的事件发生 对 Watson Creek在1953年 在Nature发表另外一篇重要的论文 证明DNA的 Purpose DNA的双螺旋结构 那你有没有注意到 这篇文章 这篇论文就Miller一个人挂名 他老板的名字不在上面 这是非常有趣的 据Miller自己说 他说他这个论文写好的时候 他原来是 因为这个我们平常就叫做Miller-Urey 他原来是要把他的老板的名字摆在一起 他拿这个论文跟他老板讨论 他老板跟他说 你不要挂我的名字 为什么不要挂他的名字 因为Original Idea其实是他老板提出来的 做当然是学生做 那Urey跟Miller说 他说我是诺贝尔奖得主 这篇论文 这篇论文非常非常重要 那这篇论文发表 我是作者 那所有的光环都只会在我头上 所以他坚持不挂名 让他的学生一个人挂名 所以大家我们一直到今天 你到教科书里去看 仍然是看到Miller的实验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 在科学史上的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 那Miller在1953年完成这个实验以后 其实他并没有停止 他后来到UC San Diego 就是加州大学 那个圣地牙哥分校去做教授 他还在继续改进他的这个仪器 那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例子 这个是他的改良版 你有没有看到这个改良版 跟原始的那个设计有什么不同 第一个最重要的不同是 这个水蒸汽上来的这个地方 它接了一个小的喷口 接了一个小的喷口 为什么要这样子呢 因为希望让这个水蒸汽是用喷出去的 喷到这一个大的烧瓶里去 那基本上是想要模仿火山爆发的那样的一个状态 那结果这样的一个非常小的改良 使得他事后分析在这个地方所得到的氨基酸的回收率 是他原始设计的大概十倍以上 而且得到的氨基酸的种类也比原来的多很多 除了氨基酸还看到一些糖类 还看到一些其他的有机分子 所以这个也是另外一个非常有趣的 其实你想想看 这样一个一切其实非常简单嘛 是不是 大家在普通化学实验里面 其实都可能自己继续想想看 我们有没有办法来做一个简单的实验 来证明一些想法 那这样的实验一直到今天 还有人在继续 因为在米勒的实验里面他主要看到氨基酸 看到少许的糖类 但是他没有看到贝斯 他没有看到那个碱基 所以一直有人在想 那真的生命构成生命的物质 可以在那样的一个简单的环境中间自然产生吗 那这个是在也是今年的论文 就是英国的科学家用非常简单的这一些 我们可以看到非常简单的这几样分子 在模拟这一个原始地球大气层中的一些环境 他可以得到不只得到蛋白质 构成蛋白质的氨基酸 他也可以得到构成DNA RNA的碱基 他也可以得到不同的构成细胞膜的脂肪 所以基本上我们现在知道 就是说形成生命的这些物质 在自然界中间是可以自然形成的 所以形成这些物质不是问题 形成这些物质不是问题 那形成这些物质不是问题 那接下来的问题是什么 我们甚至可以在实验室当中 去利用Lipid形成小的Vesicle 形成小的Vesicle 然后呢 而且这个Vesicle会怎么样 这个Vesicle会长大 只要我们持续不断地加入更多的Lipid 所以这个Vesicle会长大 这个Vesicle会长大 长大一定程度之后呢 它还会断裂 形成小的Vesicle 这个小的Vesicle会继续长大 这个跟生命 跟这个细胞成长分裂的过程 其实是非常的类似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想象 这个这些小的Lipid 从脂质分子构成的这些Vesicle 如果包埋了一些蛋白质 RNA、DNA的话 它有机会其实在持续不断 外面的这个物质的供给之下 它会可以长大 长大一定程度它就可以分裂 所以这个很简单的 我们就看起来好像就抓到了一些 生命形成的这个 最早形成的过程 但是我们如果还记得我们上礼拜谈到的 生命是有一个Older Older的形成基本上似乎跟热力学第二定律有一些违背 Emergence of life 基本上是一个秩序产生的一个过程 那我们要问秩序或者一个Older 有没有可能在或者是在什么情况下面 它会自发性的产生 这个是一个我们要了解生命起源 要掌握的第一个问题 我们问说Older可不可能自发性的产生 那这个自发性的产生 一定是在一个open system 而这个open system 必须持续不断的要有能量跟物质的供给 在化学里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反应 叫做Bz reaction 这个是Bz reaction所有的反应 那其实不重要 你只要知道说 我只要告诉你说 这样的一个Bz reaction 它参与的这些分子 其实都非常简单 非常简单的分子 我给大家看一个Bz reaction的 就是把刚刚那些简单的化学分子 混在一起 然后你会看到 这是Older的产生 你会看到特定的pattern的产生 我们没有做任何事情 没有做任何事情 那个词给它一点点小的disturbance 它就会 你如果再看一次 所以Older的产生 秩序的产生 秩序在自然界中间自动自发性的产生 不是问题 从Bz reaction我们可以证明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秩序的产生 不是一个难题 那我们回到达尔文的想法 达尔文说 一个小的温暖的小池汤 所有的构成生命的物质 在这个小池汤中间形成 那这个小池汤 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 所谓的太史浓汤 对不对 就好像Campo Soup 有没有吃过Campo Soup 浓汤 这个在美国的超市里面常常卖的 里面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有 很浓的 我们就要问 在这样的一个浓汤 生命真的可能在这个浓汤里面 可能产生吗 那过去有很多对这样的一个想法的质疑 第一个之一 地球大气层中间从来就没有很多氢气 为什么 很简单 氢气很轻吗 跑掉了吗 是不是在大气层中间 如果有任何氢气存在 它就跑掉了 也不会有氨气 大气层中间最主要的气体 Nitrogen跟二氧化碳 那这个都是非常 我们说非常惰性的分子 不会 非常不容易去参与化学反应 来产生跟生命有关的 第二个问题 我们如果认为生命起始于大海 纵使这一些化学分子可能在大海中间形成 但是这些分子一旦在大海中间形成 它其实立刻会怎么样 立刻会 dilute掉了 是不是 立刻会稀释了 立刻会 diffuse 扩散 跑掉了 那我们知道生命 要形成这些化学物质 必须要在一个很高的浓度下面 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些自发性的 older才可能出现 所以这个稀释的问题 也告诉我们那是不可能的 就是在这种太史农汤中间 你期待去看生命能够形成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其实另外一个很简单的实验 你今天把一堆细胞 在室管中间把它打破 打破 那这些细胞的生命当然就消失了 但是构成细胞的这些物质 都还在嘛 那现在你拿了 这个就不 事实上已经比太史农汤更好了 因为浓度更高 什么东西都有 我们又可不可能 在这样的一个室管中间 让生命重新出现 基本上我们说不可能 那所以我们要真正去考虑生命起源 我们要去考虑这些 最原始的细胞怎么样能够持续不断地从外界获得能量 养分跟催化化学反应 需要的这些催化剂 换句话说 生命诞生 我们上个礼拜讲过 一个很重要的是需要有选择隔绝的空间 那我们今天再增加两个条件 一个是材料的浓缩 第二个呢 能量持续的供给 那我们就要问 在地球上究竟有没有能够符合这些条件的环境 那在1977年的时候呢 1977年 大家 那个科学家在海底 在太平洋的海底 发现这样的一个 我们叫做黑烟囱 是不是 那这个黑烟囱第一次被发现的时候 大家其实科学家非常兴奋 因为在海底 这是一个持续不断能量供给的一个来源 那而且不仅如此 在黑烟囱的周围 看到非常丰富的生命形势 那黑烟囱的形成是海底的火山爆发 然后呢 跟海水产生反应 那所以从这个过程 从这一个黑烟囱形成的条件 我们就知道 第一个它是非常热的 然后从火山爆发的过程中间 我们知道还有非常多的 这个硫化氢 这一类分子的产生 那在黑烟囱的附近 有非常丰富的各种各式各样的生物存在 所以一开始大家发现 黑烟囱被发现的时候 大家觉得 这个也许跟生命的诞生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也许生命最早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间诞生的 那但是更深入一点的研究呢 我们就发现呢 实际的情况很可能不是这个样子 举个例子来说 在黑烟囱附近这些丰富的生物 它其实都是要靠着生物体内的细菌的代谢 来得到它的能量 而这些代谢的反应 你可以看到全部怎么样 全部都需要养 所以虽然它是在海底黑烟囱附近生活 但它仍然是一个需要养的 当我们知道这个生物它需要养 我们就知道它绝对不是 跟最原始生命起源的那样的一个生物是相同的 因为原始生命形成的时候 地球上没有养 另外我们现在推测黑烟囱附不太可能是一个生命形成的所在 几个重要的原因 第一个太热 它的温度大概三百多度 在这样的高温下面所有的化学分子其实是倾向于分解 而不是合成 第二个太酸 它的pH大概是一到二左右 那我们知道酸基本上并不是生命喜欢运作的这个所在 虽然我们现在知道有很多 有一些特别的比如说细菌 但是一般说起来大部分的化学反应在pH1到2的地方也是不容易产生的 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黑烟囱它不是一直在那里 它从出现到 因为火山爆发不是一直存在的 所以只有在火山在喷放的时候 有黑烟囱的结构跟那一个环境的存在 但是这个时间很短 只有几十年 所以我们很难去想象说 生命在这样的短的时间里面 它有机会去尝试各种错误 或者试着去发展一些新的化学反应 来形成 另外同样的问题也是一样 黑烟囱 热的海水从火山中间喷出来 纵使有任何化学反应在那个地方产生 它碰到的命运还是一样 就立刻被吸湿掉了 会扩散被歹入掉了 所以在那个地方我们没有看到一些选择隔绝的空间 可以让生命的结构 在这样的隔绝空间中间去诞生 同样的 材料没有办法浓缩 那除了黑烟囱之外 那在地球上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地理环境 是可以符合我们说生命起源的 所需要的这些条件呢 2005年 2005年科学家在大西洋的海底 大西洋的海底发现了另外一个 另外一种形式的温泉 热温泉 那这个热温泉跟黑烟囱的形成完全不同 它是在地壳中间有一些裂缝 那这个裂缝呢就会让海水渗入 海水渗入以后 水就会跟这个地壳的这个 一个非常古老的岩石的组成 叫做橄榄石 就会跟橄榄石产生水合作用 那水合作用的时候呢 就会释放热 释放热以后就会让这个裂缝变大 然后让更多的水进来 那然后呢 产生了一些热 就会让这个水另外产生了 所谓的类似温泉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那会把地底的一些 产生化学反应的一些岩石呢 会带到表面 带到表面 那这些岩石有一个特征 这些岩石有一个特征 你把它打开看 打开看 切开看 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细孔 小的孔洞 小的通道 那岩石形成的 那科学家把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热温泉 把它叫做The Lost City 因为看起来很像一个 一个没有人居住的城市 那这个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反应 就是橄榄石跟水 形成所谓的蛇温岩 释放青气 所以你从这个地方看起来就知道说 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地质现象 而这个地质现象呢 有几个非常重要的特征 其中一个特征就是它会释放青气 温度 大概40到90度 所以没有像黑烟囱那么高 但是温度是也比一般的高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它的Ph 因为是从地底下 水和作用 所以它的Ph是碱性的 Ph是碱性的 它会释放hydrogen 它会释放氢气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 它的这个结构是相对来说 是非常稳定 这个结构可以维持十几万年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结构 那科学家相信呢 这样的一个结构 很适合我们来谈生命的起源 换句话说我们可以来问 生命有没有可能是在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诞生的 好 我们就这节课就